麥當勞的廚房向來都是開放室 而且是讓你看得到的 標榜它是非常乾淨 他們的廣告都直接講 讓你看得見最安心 結果現在是看見小腸超噁心 到底怎麼回事 有受害的網友他說是外送 當然這要留一個伏筆 外送平台送來的麥當勞裡面 居然有蟑螂一整隻 嚇都嚇死 嚇歪 麥當勞不是號稱最乾淨的嗎 但因為他有經過外送平台 不知道是不是外送的過程 發生了這件事情 但麥當勞的關關很厲害 他不管他 直接跟對方道歉 而且跟他退廢 就當場去跟他致歉 但不知道麥當勞是怎麼了 在7月22號南投的時候 也有進辣雞腿堡 真的是又進又辣 居然咬出了標籤 這個嚼都嚼不下去 但也有網友說 那個薯條也嚼黑 多到薯不清 他們說是因為人員操作不慎 這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們的人力 不足 訓練不夠 有相關 請教楊明 當然我想有一個知名的 連鎖的速食店 會發生這樣的一個錯誤 確實對他的商業會造成影響 不過你公司如果處理得當 他反而可以轉化成就是說 表示我們會負責任 當然如果今天我必須講 這個月你去搜尋 吃到蟑螂在餐廳在飲料店 在這個什麼咖啡廳 特別多 我們台灣的小強是進化的 當然第一個是因為夏天到了 夏天到本來就是蟑螂比較 可是過往也沒有聽過 麥當勞的漢堡會吃到蟑螂 通常因為你要知道 像這種大型的連鎖餐飲 他們的這種廚房 或是說相關的這些 所謂會料理的地方 會定期去做儲存 他們會有很嚴謹的處理方式 不知道是 比如說他也許是跟 他們外送的店家 是從那種跟大家合在一起的 比如說商店街 或是說那種什麼美食街 是跟別人有同樣的一個場地的 通常如果是獨棟 一家麥當勞的 通常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確認說 他到底是哪一家的店 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麥當勞要好好檢討 他的衛生的處理的流程 還有人員的SOP 另外就是說如果 各位觀眾朋友 不管你是吃哪一家 你真的吃到了這種 你已經吃下去了 沒辦法了 第一件事情多喝水 你真的 這個醫師就說 第一個多喝水 為什麼 如果他有細菌 你要把它沖 跟蟑螂本身有很多病菌 因為你已經吃下去 我就說已經吃下去的話 你如果還沒吃 當然就是不要吃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務食了 你趕快第一個多喝水 第二個 隨時 因為最可能發生是腹瀉胃痛 只要有這些症狀 拉肚子 胃痛 趕快去就醫 就是這兩件 就是說這個是 如果你真的不幸的吃到了 不該吃的食物的話 就該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我覺得最近大家吃東西 就是停看廳 看清楚再吃下去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北京真的很聰明 辦了一個機器人 他們異想天開 直接來看這個畫面 他們機器人現場裡面 現在圈起來的 是真的機器人 但他們沒有圈起來的 是人辦的機器人 所以有人發現說 機器人怎麼中午在吃午飯 這機器人 現場的人都不知道 他們其實是人類辦的 他們不是真的機器人 大家都以為 他們是真正的機器人 所以大家摸摸摸摸 抓頭髮 抓身體的抓身體 捏臉的 想說這個臉怎麼做得那麼真 這麼有彈性 連口紅都是真的 口紅也不是好像是假的這樣 然後摸他 很多說怎麼那麼真 就他根本就是人 是人辦的 但是這個活動出來 大家想說這樣有沒有人權 請教育峰 我覺得這真的很慘 你看他都已經在下來吃麵了 所以一定就是人類 不是機器人 可是我覺得主辦單位 有點就是呼嚨過去 就想說那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真的是很盡嘴 被摸成這樣子 而且有些比較敏感的部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